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野田一怒不可遏,要返回营救中导舰,贺子严厉制止,二人针锋相对,贺子不得已出示了港村的密令,必要时,贺子有权接管指挥野田祖,野田一无奈服从,鬼子乘着夜色,逼近魏大娘的家,魏大娘觉察不妙,让小敏逃跑。 小敏机警逃过山本和严谨的追捕,却落入贺子的手中,野田一故意释放魏大娘去报信,他要用小敏与沈英杰做交易。 一番较量,沈英杰洋装无奈,被迫答应野田一的条件,三小时后提着戴穗昌的人头返回来交换女儿。 他们万万想不到,日本人刚走,又来力波抢戴穗昌的,而且,是他们自己人,心思军的干活。 那是,特派员深谋远虑,足智夺谋,共产党那帮土鞋,那哪是您的对手啊。 那我们要是被共党抓住了怎么办啊? 竟说三个计划,看样子,我这个乌鸦外号要给你了。 说得容易,你也看见了,那帮人又不是吃素的。 我乌鸦也不是吃素的。 告诉你,就算被他们抓住了,我们也不怕。 现在是国共合作,国民党领导共产党。 他们敢对我这堂堂特派员怎么样,枪毙了? 不敢不敢。 安顺,再去找你那个乡猴的,好好打担他。 我。 等你回来,咱们行动。 不是,去。 去。 顶着他,来。 谁呀 大半夜也不让人晓得 胡铁匠 你是谁呀 你不认识我了 花 认识认识 这明镇江湖的屠龙大侠 怎么会不认识呢 胡铁匠 你还记得我屠龙啊 彼此彼此 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 也没什么赚钱的大买卖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缘千里来相会 或是冲着胡老大的名头来的 妹子 你这可是开玩笑的 我胡老头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 平平安安 终老于此 不干了 好歹也是败过金兰的把兄弟 总不能就这么站着把我给打发了 这可不合咱们道上的规矩 请坐 请坐 您请坐 饱酒一杯 我还是招待得起的 别忙活了 今天不喝酒 妹子我来呀 是有件事情想求你办 这个枪你以前是做过的 可以拆成几节 用的时候再把它组装起来 打的时候是打一发子弹 不过 我屠龙出手 从来不打第二枪 妹子呀 你也是知道的 这种活啊 我早就不干了 不干了 胡老大 你就别骗我了 活可以不干 可是手艺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这一半算是定金 另一半 事成之后再结清 我 我试试吧 这活很急 有多急 从现在算起 我只能给你十二个时辰 那么成 那么成 干这种活啊 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干不出来 干不出来 胡老大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卖关子 我知道你手里有存货 已经是半成品了 还有 我在湖山做枪的事情 你可别走漏了半点风声 明白吗 放心吧 这个规矩我还是懂的 拜托了 胡老大 老大 从现在开始 你就加班加点的干活 可别误了我的大事 这一把年纪了 还是有股骚劲 老大 好令 拜子 是你呀 线委大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小鬼头被打跑了 太好了 你们可千万别放松警惕啊 沈科长可说了 任何人读准放进院子 放心吧 不用你提醒 谁敢靠近啊 老子一枪撂倒他 让我来打探 这不找死吗 不行不行 碰你胆笑鬼 王大师 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 县尾大院那边正在清理战场呢 鬼子走了 听到了没有 菩萨保佑 阿拉的命真大 神科长马上就过来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好 你们守在这 我到楼下去看看 王盖使 犯人怎么样了 很安静 估计睡着了 我告诉你 这个犯人是卧牛山的头号土匪刘老七 又凶狠又狡猾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是 王盖说 咱们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死保戴隋昌 怎么把他也关到这里来了 赶一块儿了呗 今天游击队把他抓回来 甚至到鬼子又来捣乱 没办法 顾不了那么多了 等明天沈科长回来以后再做处理吧 好 明白了 好好看着 是 你怎么才来呀 快快快 这个情况怎么样 千万不能去 为什么 保卫科的戒备太严了 咱们别去冒这个险 你胡说 那根本就没几个人 手背很松懈 特别人 这小子胆小如鼠 根本就没进去打探 你敢骗老子 我没有 我缺了 我打探了 我还知道他们的傲事 妹子 我还到后院去看过 行行行行 别勒索 换衣服 准备行动 快 特别人 你看我这个样子 穿军装也不像啊 半夜三更谁看得见啊 你看我这个样子 像不像 我像不像 像 像 像极了 就是您这肚子 怎么了 像共产党的奸血 别胡说八道了 换衣服 快 跟着我干什么 我 我跟你回保卫科啊 你的问题还没讲清楚 回去反省 看见萧子平了吗 萧谷长好像回保卫科了 走 走 你能帮我 我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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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哦 我告诉你们啊 一会儿咱们进去以后 快投战轮马 等工团反应过来 咱们已经抢住戴隧场 投之遥遥了 喂 看白源 我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发现怕什么 跟我一起回重庆 我 怎么 我知道 你不就留念那个女工団吗 我告诉你 你那不是一路人 放心 到了裴读以后 我保你金条美女友的事 不好意思啊 走 快 闻 快 别开枪 那是我们 考虑 包子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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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货 口令都记不住 包子还馒头呢 太紧张了 你什么脑子 你爹吧是不是表兄表妹啊 走 班长 我去上个厕所帮我看一下 去吧 来 来 关在哪儿 关在那屋里了 特伯爷 火 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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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赶紧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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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戴隧场这么重要 怎么就只有一个人看守 你会不会搞错了 这 绝对没错 我竟然看见他们押进来的 对呀 戴隧场这么重要 怎么会这么安静呢 一点东西都没有啊 这叫此时无生 生有生 怎么 怎么还算不流丢的 流氓不可怕 就伴有文化 特伯爷 是不是古战党 都去打鬼子了呀 所以过不上这儿了 对 走 走 站住 干嘛呢 特伯爷 什么 增援 沈科长派我们来增援的 对 同志 今天晚上 没什么动静吧 没有 那谁呀 大学长 我是乌鸦 听听没有 戴隧场 戴隧场 我是乌鸦 说话呀 戴隧场 我是乌鸦 我是乌鸦呀 乌鸦 戴隧场 我是乌鸦 听听没有 戴隧场 我 我 是乌鸦 我 你 是乌鸦 你怎么说话呀 你 死戴隧场 乌鸦 我 在这里 你不认识我了 哎呀 肯定被固戴隧场上行了 脑子被打坏了 我是乌鸦 对暗号吧 对暗号 伊萨 阿拉有B 还暗什么号 快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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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师 你 情况不好 不好路了 快走吧 那戴隧场怎么办呢 还行我来呗 哎 我来 走 阿拉有B啊 伊萨 我有B 我去看看你们守住戴隧场寸步不离 是 几个跟我走 是 快点进 醒醒醒 追 站住 快走 快走 是和尚 鬼子又来了 不行 要是鬼子来了 枪声不会这么吸收 快走 鬼子不是撤了吗 你现在又是谁呀 快 让开你啊 你快走吧 快点 给我下 追 把他用命 把他用命 跑呀 你上我有兵啊 这你的代子都有兵 你们救错人了 行犯人 我自有病 一局错乎 错乎 黄英 怎么回事 刘老七被人抓走了 你看后带隧昌 我去追 好 快快 快 快 来 来 来 快 快 不行了 不行了 快 怎么回事啊你 刘老七被人 我背不动了 你真没用啊 快快 一背 快 我 我哪背得动 那 那谁背啊 要不我背 好啊 好你个头 来来 快点 一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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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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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施科长 在那边 施科长 子萍 你来得正好 我从这边追 你从那边包抄 好 跟我来 走 快点 那边 一个一个搜 是 这边 还有那边 是 特别 我们被堵住了 逃不了了 完了完了 全完了 这儿 好 好 快走进 快走进 帮帮我们吧 你们先进屋 我引开他们 来 给我把枪 开开开 快 在那 施科长 往那边跑啊 追 好些 要不是华小姐 出手相救 咱们今天 再见难逃了 这个老婆 真有两下子 无为不惧 多亏特派院有眼光 请来了她跟屠龙 天助我也 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来 把她带出来 好 好 把她解开 快点 她被共囊给关傻了 就会呜呜乱叫 我说戴瀉长 老子冒了生命危险 把你救出来 你该怎么谢我呀 来 你不是戴瀉长 老子行不更名做不敢性 握牛领长的山大王 刘老天 你敢冒充戴瀉长 朋友 你这话就不仗义了吧 明明是你们 硬把我救出来啊 哪能怪我冒兵凌之啊 你敢冒充戴瀉长 老子毙了你 朋友 你们出手相救 我刘老七自然会 知人图报 你要是把我给毙了 岂不白辛苦一场了吗 老子堂堂国民政府 特派员 要你这个土匪 知人图报 岂不成了官匪一家了吗 走 走 谁跟上 那帮兔崽子不见了 坏了 咱们上当了 快回去 走 快 来加一户的搜 是 他们虚晃一枪 把咱们引开 不可能逃得这么快 科长 你看咱们那个家伙身手了得 不是一般人哪 是科长 难道是土匪劫狱 接走刘老七又把他给杀了 他 是鬼子干的 是鬼子干的 不像 这是美智科尔特首相的蛋壳 鬼子不会用这种知识手枪 这儿的土匪也不应该有 只有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才会配备 这么说 这帮劫狱的人太蹊跷了 这刘老七就是一个普通的土匪头子 他们用的饶废这么大的劲来劫狱吗 劫了他又杀了他 难道他们是内讧 还是跟他有深仇大恨 我怀疑 他们根本就是抢错了人 他们本来的目标应该是戴穗昌 戴穗 戴穗 这不是鬼子干的 难道是 是和长 戴穗昌又在闹事了 把阿拉出去 犯特派员到湖山见阿拉来了 阿拉要见他 阿拉要见他 犯特派员 快 古民自府的特派员来见阿拉来了 你们不能再关于阿拉 他怎么知道 先犯他来湖山了 阿拉控告你们非法狙击 你 戴穗昌 你要再这么胡闹 再这么瞎嚷嚷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你想见谁 阿拉要见国民政府 住苏城的秘密特派员犯剑 他在哪儿呢 少摸阿拉 他就是在湖山 集阿拉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阿拉 反正阿拉知道他就在湖山 莫非刚才他在院子里闹 被你听见了吧 没有 阿拉什么也没有听见 阿拉听见什么 英姐 臭罕见 我要去见那个姓范的 探探他的虚实 我去吧 我都要看看 谁敢在湖山明火执掌的撒野 现在是国共合作 一致抗战 像对付范健这样 披着抗战外衣的国民党顽固派 得注意斗争方式和策略 还是我去比较合适 对付范园 这不能怪我 这 不是 你非让我打探消息 我没那个本事 这当然就不行了 你给个假情报 害得我们瞎折腾 差点 丢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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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培养你的 你还安蠢哪 我看你啊 就是个跳蚤 臭臭 我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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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 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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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当初加入组织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爱国抗日嘛 喊口炮烧热日祸就行了嘛 你现在要跟共产党对着干 这不找死嘛 你混蛋 哪个老师教你的 你说 你教出你这么个废物 我可不是废物 我在学校的时候 升学考试我连年都是状元 天哪 脑残 脑残哪 特别人 当初你兴棋考试的时候 好像也是敌 所以啊 我也是脑残 你也过天躲你 特别人 不好了 共党的官书记来了 不行不行 他认识我 你快躲起来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到门口了 快躲起来 快快快 班先生 深夜来访 打搅了 官书记 请坐 这深更半夜的 班先生干啥呢 你们从搭门拶走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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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别客气 真不用 小郑 来 帮范先生给你床 自己来就行了 是 我们睡起来 人家有帮忙 你们都闲着 快点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来吧我来吧 行了行了 既然人家不愿意 就不勉强了 冠叔姐 请坐 请 那个 官 官书记深夜到此 想必一定是接到尚风的命令 把戴岁昌交给范毛了吧 范先生好天真啊 戴岁昌这么重要的人物 怎么能随随便便移交呢 那 那你今天来这里是 谁 今夜有一帮来历不明的家伙 胆敢到湖山保卫磕捷狱 被我们给打跑了 是吗 我担心他们苟急跳墙 流窜犯案 会危及到范先生的安全 所以就来看看 多多多多谢官书记 多谢官书记 这帮家伙自以为聪明 大半成新四军 破坏根据地 你说是不是王八蛋 是是王八蛋 绝对是王八蛋 那是找死啊 你说他们是不是犯贱 是犯贱 太犯贱了 不 他们不是犯贱 我犯贱 我是犯贱 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我 就这一条罪名 逮住了 不管是什么人 立马枪毙 对 要枪毙枪毙枪毙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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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咱们不是国共合作吗 客气什么呀 不 取取小事 不麻烦官书记了 好 既然范先生安然无恙 那我就告辞了 好 关书记 慢走 牛布 这家伙肯定有猫腻 一会儿 让沈英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是 特伯爷 我可是差点就被他们发现了 特伯爷 他们是不是怀上怎么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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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消消气 消消气 来 您消消气 吓死我了 您 您怎么进来的 本小姐 赌来赌我 没有什么能拦得住我 您 您 您想干什么 本小姐要输了你的命 不会吧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你们定的规矩 你 像黑之黑啊 哼 你真是犯贱 你也懂规矩 既然请屠龙消灾 为什么要插手 屠龙最讨厌别人搅和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我先救戴隋昌 救不成屠龙再帮忙 我前兆父啊 我告诉你 共党不是傻子 你救不了戴隋昌的 今天要不是我出手相救 你现在已经成尸体了 多谢华小姐 范毛一定报答 一定报答 还你的枪 我不是救你 我是救我自己 你们要是被共党抓了 我还瞒得住吗 你放心 我要是被抓住了 宁死不屈 打死也不说 你的骨头真有那么硬 我警告你 别再胡来 共党打死你 本小姐掀灭了你的口 好好好 你说了那么多废话 屠龙哪 屠龙什么时候露面 他收了钱 不能做缩头乌龟啊 该出手的时候 他自然露面 凑什么心 老姑娘 装神弄鬼 叫不動 声音音 wissen啊 你说声音音 不动 就不行 就行 不动 他自己不动 他自己不动 再动 他自己不动 odar 鸡 53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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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我来了 怎么了 刚才那个老巫婆又来了 今天晚上要不是那老巫婆大叫 咱们就全栽了 这么好的功夫 这么大的本领 我明白了 她就是屠龙 谁 谁是屠龙 花小姐就是屠龙 屠龙就是花小姐 笨蛋 屠龙 沈科长 今天晚上的事情 对不起啊 全是我的错 我只顾着看着戴隋昌 没想到他们会去找刘老七 我 不是你的错 不好 你死死守住戴隋昌 完全正确 我估计啊 那帮家伙 是来抢戴隋昌的 可惜抢错人了 真的 你说说这个戴隋昌 他一天给我们惹多少麻烦啊 又是鬼子追杀 又是内奸使唤 今天还来了一帮 根本不明身份的人 黄司令下令给我们三天时间 这才刚刚第一天就出这么多的事情 这三天 三天 太难熬了 咱们就不说这些了 我都快烦死了 咱们哪 换个话题 你和杨老师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 我看到杨老师三天两头催你 急得都不行了 他请我不起 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为什么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很浪漫 可是当真正投入到革命当中 我们才发现 战舟是那么的残酷 也明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这 这和结婚有什么关系 两个人过日子又不是打架 讲什么残酷不残酷嘛 石英杰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 你的 什么意思啊 我 你就那么希望我嫁出去啊 不信心 不信心 国家 人都没有关系 我也不信心 她们是一样的 我特别聪明 我可不是 有什么意义 在身上 他在背上 仇人吗 愷 里面 来 走 好 快走 我们来啦 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放开我 不愧是保卫科科长的女儿 小小年纪还挺凄凌 放开我 你们这群混蛋 要懂礼貌 我们这群人辛辛苦苦在这里等你 你这时候应该说 多多关照 你别干什么 请你演一场戏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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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小敏 放开 小敏 奶奶 小敏 老四爹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 她还是个孩子 你们放了她 冲着我老太婆来 老太太 我们的不会杀你 而且会放了你 放我 你们放了她 杀了我 我死 她的 不能放 我要你去马上告诉人迎接 她的女儿在我们手上 问问她 想不想跟我做笔交易 交易 没错 她会明白的 具体的时间 地点 我们会告诉她 什么 鬼子抓走了小敏 要用她做交易 贝大娘 快去请医生 是 和大娘扶到屋里去 是 来来来 殷瑾 跟我来 好 关书记 鬼子绑架了小敏 肯定是想交换 那个被扶的中岛剑 他们的胃口不止中岛剑 还想交换戴隧昌 不管怎么样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小敏啊 你说怎么救 我们现在不知道 敌人有多少人 他们藏在哪儿 武器装备怎么样 怎么出手 那也得救 如果小敏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对得起她 牺牲了父母啊 殷洁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 老庞夫妇 也是我的生死战友啊 关书记 你是不知道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万难事变 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 咱们一起突围 被敌人死死追看 要不是老庞拼命地掩护 咱俩都活不到今天 小敏是老庞夫妇 留下的唯一骨肉 我发过誓的 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 这次要不把她救出来 我都没脸活着了 婴姐 我对小敏也有特殊的感情 比我自己的孩子还要亲 我们一定要救她 可怎么救 我们得先把自己冷静下来 再想办法 这样吧 婴姐 马上提审中导箭 好 你们来了多少人 藏在什么地方 你们来了 本个 死了死了你 你才死了死了的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还喘啊 沈科长 你冷静一点 湖山的这场风波是越演越烈啊 一个戴隋昌把日本人 国民党特派员全都引来了 他们越是这样着急 越说明 国民党亡固派和日北之间 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戴隋昌一落网 他们就这么紧张 怕是怕他说出其中的秘密吧 湖山是刚刚开辟的根据地 我们的力量还非常薄弱 离敌战区又很近 我担心 关越霜他们 顶不住穷凶极恶的敌人 这场战斗已经溅在弦上了 如果戴隋昌真的掌握了 国民党亡固派和日北之间 暗中勾结的阴谋 我们一定要借此机会 彻底揭露他们 是 这样 你戴上一个伴 连眼赶到湖山镇 支援关越霜 一定要看好戴隋昌 千万不能有丝毫的闪事 是 是 关书记 啥都审不出来 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 皇司令回殿了 连夜派李参谋来支援我们 必须要保护戴隋昌 那小民怎么办 时间拖得越久 他就越危险 既然敌人留他来做人质 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看看敌人要耍什么花招 不能等 等下去太被动了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中导箭 留着也没什么大用 不如我带着他 主动去交换小敏 借机摸清楚敌人 藏在什么地方 有多少人 摸清了他们的底细 咱们就好办了 这太危险了 哺乳虎穴 焉得虎子啊 这样不仅能救出小敏 而且能寻找时机 消灭鬼子 但是这帮鬼子很狡猾 没那么好对付 我会见机行使他 好 我同意 但是绝对要保密 只限于你我两个人之间 你想 鬼子怎么知道 小敏是你的女儿 这关键还是出自内奸 这个内奸太可恶了 所以你不在的时候 还有一个棘手的麻烦 戴隋昌不能关押在县尾大院 和保卫科了 这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你必须给他找一个 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藏起来 我倒真有一个地方 哪里 屠宰房的地窖里 地窖 屠宰房的老口是我的内线 绝对可靠 行 戴隋昌的新关押地 是最高机密 谁也不能透露 现在不仅是鬼子 国民党顽固派斗 在打他的主意 我刚刚去试探了 那个姓范的特派员 今晚的劫狱 八成就是他 明白 胡大鹏 这让你反省 想清楚没有啊 沈阁长 我真不是内奸 早知道 跟你来湖山是这个下场 我就留在前线 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打 省得在这里既要跟敌人斗 还要防备自己人 你还有理喽 谁叫你违反纪律 跟惠姑谈对象呢 我拜托你 抹什么眼泪啊 男儿有泪不清谈 有种证明给我看 我怎么证明 我交给你一个绝密的任务 单独看着戴随昌 你 你不怀疑我了 我从来就没怀疑过自己的兄弟 审查你 是为了迷惑内奸的 真的 大鹏 我把戴随昌交给你 就意味着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了 如果保不住戴随昌 我只能以此谢罪了 沈科长 好 谢谢你给我这机会 我吴大鹏绝对不会辜负 你对我的信任 好了 把戴随昌交给我 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沈科长 你要把他带哪儿去啊 我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还要告诉你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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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 此时 沈英杰深感危机四伏 黄司令严令保护戴随昌三天 这才熬过了一天 就遭到明前案件这么多轮攻击 还有漫长的两天 不知道还将发生多少 难以预料的威胁 沈科长来了 老黄 沈科长 老叔 走 走 走 什么地方啊 凑合红蛋 我告诉你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明白吗 明白明白 明白就好 好 走 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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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干什么 你们把阿拉放在这小物里 阿拉是要分头帮人的 下去 阿拉密宿主堂弥宿主堂 阿拉要控告 阿拉要控告你们 阿拉要先分头帮人 你们不能这样 下去 下去 阿拉密宿主堂 阿拉抗一 沈科长 您放心 这家伙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狗叔 大鹏 我拜托你们 戴隋昌的安危就靠你们俩了 把他解开 是 沈科长 你一个人去枪毙他 这小的贼劲儿挺大的 我去叫几个战士来帮忙 不用了 走 快 萧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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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审问一下 昨天晚上俯虏的小鬼子 怎么回事 他人呢 沈科长把他拉出去枪毙了 枪毙 在哪儿枪毙啊 我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 他一个人去的吗 是的 他不要人帮忙 快点 把东西放到杂物室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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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隋昌呢 他人呢 沈科长连也把他转移走了 转移 转移去哪儿了 不知道 没人敢问 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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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老肖 老肖 王盈 怎么了 你知道沈科长为什么要叽叽猫 前面那个小鬼子啊 啥 他把鬼子给毙了 他还把戴隧昌给转移了 转移到哪儿去了 你也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我这想你们平 平时不是挺挺那个呢 他啥事都不瞒你 你什么意思啊 平时挺哪个的呀 对不起啊 我说急了 我是心里纳闷啊 你看 这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小鬼子 急急忙忙 都没审出个什么名堂 就把他给枪毙了 你说说这沈科长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你去问他呗 干吗问我 不对 你说 他会不会是私自 把小鬼子去交换小敏了 啥 你 你上哪儿去啊 我找他去 给我跪下 谁英雄好汉就给我解开 我不答应他 我拜托你啊 不要侮辱英雄好汉 这四个字好不好 还让我给你解开 哎 你这智商 还真对得起你这长相啊 跪下 我大人们皇帝不怕死 你开枪啊 天皇万岁 天皇万岁 你小子有病吗 在我们地盘上还天皇万岁 天皇万万岁 跟你有半毛下关系吗 再说了 你看我这态度 对你这么好 是要杀你的节奏吗 你 你不枪毙我 枪毙你太简单了 我留着你这头蠢猪 有大用处 谢谢 谢谢 我杀之人 跪下跪下 跟我说话要讲规矩 我还真以为你不怕死人 实话跟你说 你们这帮人 卑鄙 无耻 臭不要脸 这打仗打不过我 就绑架我的女儿 我要用你 去换我的女儿 爹爹 想要我 去换你的女儿 快说 你们到底来多少人 藏在什么地方 我 我不能说 我要是说了 你就撑毙我 然后带部队包围他们 可以呀 可以呀 这跟我待这么点时间 这智商明显提升啊 但我告诉你 我去偷偷把你弄出来换女儿的 我麻烦惹大 你看看 前后左右谁都没带 就我一个人 他们藏在哪儿 我不能说 我 但是 我可以带你去 成交 合意 走 谁 快点 报告 进来 来 关手机啊 我托人从中药铺 给您带了一些当归枸杞 这东西补其生血 好着呢 小子萍 谁让你瞎操心的 关手机 您看啊 您为革命负过重伤 还为了革命工作 费井忘石的 我们这些做下属的 心里边心疼啊 好 你这心意啊 我领了 还有什么事吗 关手机啊 我有些事不知道 该不该讲啊 说 是这样的 昨天鬼子啊 来偷袭 我们好容易抓了一个俘虏 还没来得及审问出什么 今儿一早啊 沈科长就把他私自拉出去了 说是要枪毙 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妥 在哪里枪毙 不知道 我找了一大圈 也没找着 我在想 沈科长的女儿 不是被敌人给绑架了吗 我怀疑 沈科长会不会是拿俘虏去交换了 不会吧 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 是啊 咱们共产党人 怎么能拿原则做交易呢 还有啊 关书记 咱们现在不是得全力以赴 保护那个戴穗昌吗 沈科长 他私自把戴穗昌转移出去了 谁也不知道藏在哪儿 他这样擅自行动 我觉得很危险 好 我知道了 等他回来 我会严肃地找他谈一次 您先回去吧 告诉同志们 注意警戒 防止鬼子再来偷袭 关书记 您放心 昨天晚上把那些日本人 打得屁股尿流 肯定不敢来了 交兵必败 一定要注意警戒 是 说 你们的人 是不是藏在那儿了 记得 我可警告你啊 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啊 我随时可以崩了你 你敢崩了我 我们叶田组长 一定会替我报仇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那就试试看看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一会你就知道 我不要 你可能不信 你不要 你 我 有 有 你们 我 有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样子 顶多就是十来个位子 敌集团 那是敌人的 行人了 老头 你怎么评论的 不认识的 你们等着 人带着 回来 是 下面人听着 我是湖山保卫科科长沈英杰 叫你们野天组长出来说话 黑道机器口纲 我是野天医 你们的人放散枪 军师双手 走出来 你小放屁了 我是来交易的 不是来投降的 看清楚了 这可是你兄弟呀 中島 把我女儿放出来 走 我们带着来 爸 对妹的朋友 太没礼貌了 我命令你 先把我的人放了 你绑架我女儿 你有礼貌啊 我命令你 先把我女儿放了 我留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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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你们仗着人多武器好 算什么英雄啊 有种的 赤手空拳给我打一下 想得这样 我来回你的 来 。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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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寐 齐寐 你胆子很大 敢一个人过来见我 我拜托你啊 是你自己提出要换人的 你这猪头兄弟 我给你带过来了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自己打自己脸啊 起码 你没有收到你了 我也是他们了 他有个人 你一定很不友好 谁跟你友好啊 我现在谈判换人哪 你们对我这样 你们又好了吗 你们又好了吗 你让我说话 是 你的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我女儿呢 放她出来 不要紧 我们的脚椅还没有完成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是为了消灭戴随昌 只要你能答应帮助我 我保证你女儿 能够平安地回到你身边 你说你们一个个 长得都人模狗样的 怎么竟干些卑鄙的事呢 打仗打书了 绑架我女儿 要挟我换俘虏 好啊 我答应了 人都给你带回来了 你们又言而无信变本加厉 你们还是军人嘛 土匪吧 按照你们中国的兵法说 这叫兵不厌仗 如果你想救你女儿 没得选择 只有答应我们的要求 沈先生 其实戴随昌是汪精卫的人 用你们的话说呢 他就是一个大汉奸 是你们的敌人 我们黄军 现在只是想帮助你 帮你一起去消灭戴随昌 你又何必非要保护他呢 你一定好好想一想 是戴随昌中央 还是你女儿的命中央 我到现在 都不知道我女儿是死是活 你得先让我见她一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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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流 是 和 你自己不是 打死把你ệ慌 modules 呀 我还有 好了 不哭了 要哭 回家哭去 不能在小鬼子面前哭鼻子 爸爸 你不应该来救我的 太危险了 危险算什么 只要能把你救出去 爸爸死都不怕 爸爸 爸爸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放心吧 爸爸心里有助 爸爸 小敏 爸爸 爸爸 小敏 爸爸 小敏 爸爸 爸爸 考虑得怎么样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灭了戴隋城 我马上把它还给你 如果我干掉戴隋城 你真的能把女儿还给我 没错 我答应你 只要你提着戴隋城的头来 我马上把你女儿放了 而且我们马上离开湖山镇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怎么决定 要不戴隋城死 要不你女儿死 我给你拼了 爸爸 爸爸 你放开我 你敢动我女儿一指头 我活垮了你啊 我马上毙了你 来呀 角种开枪啊 你 老大官 要没了 沈先生 起来 沈先生 别跟他们这帮野蛮人一般见识 您对你女儿的深情厚爱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决定帮你 这样 只要你肯和我们合作 我保证你的女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否则我也不能为力了 你们不会伤害我女儿吧 我们当然不想伤害你的女儿 这就要看你的选择了 你是选戴隋昌呢 还是你可爱的女儿呢 我要女儿 我答应你们 不过 你们也很清楚戴隋昌的重要性 如果我干掉他 我的上司 肯定饶不了我 沈先生 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你是个英雄好汉 英雄好汉怎么能一条路走到黑呢 你杀了戴隋昌 就来投奔我们 到时候你想提什么条件 我们都答应 沈先生 怎么样 行 我干 你真聪明 我喜欢 我也喜欢你 很好 那咱们的交易就开始了 我只要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三个小时以后 你不能替戴隋昌的头来 你知道火过怎么样 快去吧 我等你 来 这还真是个藏人的好地方 小鬼子 你们等着 你们的死期快到 老大君 银子 那奈子 有什么事吗 是我们的事吗 真实地 我们的事 不可能 但是 你也看到了 女人的感情 女人 她的事 她的事 没有选择 对 那奈子 那奈子带来 那奈子还没关系 那奈子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那奈子 那奈子 我 放开 老大君 那奈子 老大君 你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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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沈英杰 欧比古死路 韩兴尼雷拉区 带我订阅 银子 一人危险 我来 你现在 積極的 银子 有勇和智慧 感兴 出发 就在沈英杰 只身犯险的同时 苏城地下武工队 为了查出内奸再次行动 银而走险 师父 接个伙 一会儿 封范医 我对我这次行动很危险 你要小心啊 湖山的情况很紧急 我们能不能查到那根雷尖 再次遗救 等完成后 你的身份很可能会被暴了 立刻转移到湖山根据地区 好 我知道了 我走了 走 走 枫山 我还有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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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来的酒 没有 问题 二人的时间 都可以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是 今天晚上 在台北九楼 等我 好 你们俩 女人需要 是 是 好 好 早上 早上